歡迎大家來到第三集 今年的澳門藝術節藝平人的交流 今天有Carol、寶儀、阮央和莫少宗 來和我們一起談談兩個作品 分別是《舞蹈海》和《九星》 這兩個作品放在一起 當然他們有很多部份和身體有關 我們先說《舞蹈海》 這作品是來自三位編舞的作品 都是和《海》有關 阿忠是否這段時間 大家也會對很多藝術節 今年有很多東西都和船和海有關 這個作品其實是來自三位編舞 但其實中間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看片段 看到空間的運用 其實有些竹鵬在那裡 跟海那樣東西怎樣弄得到呢 可不可以都和我們說一點 那個作品的一些背景 是 可能澳門是一個三面環海 又經常填海的一個城市 不知道為什麼 尤其是近年 舞蹈作品或者澳門藝術節的本地節目 其實都那個海洋的意象 或者海洋的文化其實都挺多的 譬如去年 不知道大家記得 譬如走路環 路由器 走海岸線 譬如有一個走沙厘頭的 是走舊海岸線的 然後今年譬如家路士一世 他用一個相對寫意的方法 趕海岸線的電遷 然後《逃生吐語》劇團的同船一心 就假設自己坐了一隻游艇在海裡 不知道可以去到哪裡 那這次這個舞蹈海 其實他開宗名義就是一個 跟海有關的舞蹈 聽到什麼就知道 如果一定要跟竹鵬有個連結的話 我會想起其實每年這個土地丹 那些妙戲 其實譬如馬一角和路環那邊 都會搭竹鵬做神功戲 那竹鵬其實有一半是差在海邊 就是在海邊那裏做一個戲 在廟前面的海邊裏做一個戲 那這個我想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最初的概念 也都跟他們的海洋的異仗 也都幾本土的一件事 本身那個問題應該是 那由這個人生 我又問一下寶儀 因為寶儀和我都是看陸像的 似乎我們今年香港的 藝平人都暫時無緣 就是渡海了 就是去過澳門那邊看現象的 沒有渡海 沒有渡海 那我就覺得可以的 我聽到的 那我們這一個的陸像 其實因為我看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鏡頭的角度 都是一個鏡頭 所以似乎就看到他 應該就是四面都有觀眾的 這樣 而且一些鵬 都是在觀眾的後面這樣 那我知道寶儀都看了一些他們的訪問 可不可以都從訪問呢 去跟我們說少少 你看這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些地方 你特別會覺得觸動到你 或者剛才阿鍾說 他某些海的文化 或者是異仗 在這個作品裡面 怎樣去呈現到呢 其實我覺得最有趣的一個位置 就是這個關於海的作品 有很多棚架 但是剛才聽阿鍾說 原來有那個神功器 那個傳統在澳門的 但是我聽那個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到 因為三個舞者 他本身都是跳中國舞的 然後就轉向了現代舞 其實《舞蹈海》那個舞 就是講他們跳舞的歷程 那個《度》就是一個過渡 就是他們怎樣由一個舞種 過渡去另一個舞種呢 其實他們演出的地方 是一個相當現代的一個舞台空間 但是那個竹壇其實就是有那種神功器 或者一些很傳統戲曲的 那個表演場所的一個連結在那裡 所以其實把這個竹壇 放回到踢場裡面 其實就是展現了某個程度上 是他們怎樣由傳統過到去現代的那個狀態 那樣的 那個訪問也都有講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說他們三 因為他們是 就是一個在廣州 一個在香港 一個在澳門 那麼他們就隔了珠江 那麼珠江就將他們連結在一起 但是他們的聯想就是隔江就好像隔海一樣 那麼所以舞蹈海也是展示這三個地方的合作 或者是關係這樣 嗯 那你剛才說到有這個傳統和現代的呈現 寶儀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你在這個作品裡面 其實你看到這些元素怎樣去連結 我覺得這些元素是有出現的 但是那個連結來講 就不算是一個很連貫 或者是真的讓你覺得有一個很大的畫面出來 譬如其實你會看到就是裡面用了很多戲曲的音樂 那甚至是加入了一些傳統民間的央歌的動作 在裡面的 就是耳膏那個部分 你會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也都有一些現代的部分 就是他們都有些現代舞的一些設計 那或者是彭架的運用雖然不是很 我自己覺得不是很突出 那但是他們都嘗試在彭架上面去 就是完成他們的演出 那就是某個程度上他們是看得出 他想和過往一些連結的 那也都他都有選用一些叫做現代的歌曲 就是譬如扶宴坊的流行曲 那也有些日子 那是看到一些連結的 但是又很難他真的組成一個很大的畫面去想 那那些作品或者這些連結的拼貼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嗯 阮鴦牙 我知道你看的時候 因為剛才說起彭架 你的彭架那天看的經驗就不是很好 就是你就跌了個電話 那似乎這個彭架的觀眾席 就好像可能會令你有一些 哎呀對這個演出是不是有些少許陰 又留下一些不好的陰影 起碼就是這個情況 但是剛才阿寶儀講到那個現代和傳統的這些元素 在這個作品裏面的連繫呢 你會不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或者你今次見到三位編舞之間的合作 有沒有一些化學的作用或者是有機的連繫 你覺得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的 呃 就我看來我覺得他們三個作品之間聯繫是不是非常大 嗯 因為可能可能我覺得有一點是三個編舞就是個人風格非常強烈 雖然是說他們可能事先有討論過合作過 但是因為像在中間二高的那個片段裡面 他就會用一些很標誌的 比如說他他喜歡那幾個顏色 他就一定會讓那幾個顏色出現 然後在第一部分的時候 就是用藍色去代表這個海 所以就是可能他們在 你說聯繫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整一個他們每一個自己的部分裡面 都會有一個是說過去與現代 或是說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這種對比 然後然後再加上音樂上面也是會有一些穿插 所以就試圖把它連在了一起 但是因為呃 因為到後面的時候 他在第三個Stella變得比較舒緩一些 然後呃 我剛才不是說到我是坐在那個最上面嗎 他就是爬那個足甲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部分就是 我感覺到了舞 但是我沒有感覺到海 對 因為他在那個爬架上面 他會在我的後面穿梭 然後他可能在我旁邊穿梭 可能對於一般的演出來說 可以這樣近距離和舞者 可能沒有互動 但是你可以近距離看了舞者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但是我看的時候我會覺得是說 因為我不知道舞者下一步 他是要往我前面走還是要近距離 我會覺得有一些緊張 然後沒有辦法投入這個戲 所以 就是 對我來說的話 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能就在於我的記憶點就是顏色 顏色的一個連繫 Karo,因為我們剛才也說到很多空間上的元素 剛才有提到彭架的這個運用 以及我們所謂的觀眾都是四面的觀眾 因為我們看影片的時候 其實就不太好 因為鏡頭的關係 我們都只能有估算 其實在那個空間的運用上 其實幾位P舞都盡量去做一個適應 但是你看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空間那方面 有沒有這方面的一些評鑑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會覺得其實他們 可能就是原本沒有想著要用這個空間 但是最後就要用這個空間的時候 是有點不適合的 因為他開四面觀眾 但是中間有一些位 他那個空間是有些柱在那裡 那變成了譬如我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有些地方就是那個帽子會被柱遮住了 或者譬如因為這個作品是說海 就算是遷移還是什麼都 你都跟海有關 在我心目中的海是一件很宏大 一望無際的事 然後就是被柱遮住了一個比較細 四面長有 就是圍著竹架的地方裡面 就像一個池塘 那個一個海 變成有很多那種弘大 就是做不到出來也很難表現 還有兩棵樹在那裡 還有我覺得它有些東西是 它那個比較用得具體 所以那個意象很難 就是那個想象會更加寬 就是譬如你說竹筆 就真的是竹筆 就是你講海 就拿一條藍色的布出來 那變成那個想象是有限 然後你音樂又跟那個舞 會有一個關係比較密切一些 就是譬如你說這個語言 譬如有一段是廣東話 和普通話用字上的分別 然後你音樂你就播了 就是那首英文歌 就是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就是tomato,tomato 一聽就知道是什麼 然後你到最後講海 就是毛艷芳的網絕海一片 就是很明顯的那件事 就變了更加進一步想象的空間 我覺得會是少了 令到 是啊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 第一個名字已經是 有個海字在那裡 然後又一開始 就是第一個船 第一個段 都很多藍色的布 通常一般 就是我們都可以很快地 已經聯想到一個海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再讓觀眾 有一個不同的聯想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超脫了 大家固有的一些想象 我覺得是有點難去處理的 阿鍾在這方面 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因為其實他 剛才Carol說到音樂 我自己都覺得 最後突然出回艷芳 這個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 因為這些歌的選用 就是一來有歌詞 二來就 它有一個文化上的 context 除了是時代之外 大家都會 帶著很多不同的記憶 還有那個聯想 我覺得未必特別有效 不知道對你來說 這個歌曲的選用 在這次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你會 我不知道你們看片 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它有一個序幕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拍給你們看 其實觀眾進場之前 在前台那裡有一個序幕 那個序幕 似乎沒有 是怎樣說的 我們去到的時候就要 因為現在入場很多事情 搞 撕飛 然後拿長刊 掃健康碼 然後 很忙 搞很多事情 就入場 其實你入場的過程 其實 左手邊是前台 右手邊 就有三個舞者 在一個相當不起眼的地方 摸著一塊藍色布 在那裡看著海裡 在動 其實 我是 入場的時候 不小心回頭看 看 原來有東西 但已經是入場 其實他已經在播放《似水流年》的配樂 我自己進去的時候 我就已經 有第一句給我自己台詞 就是 去年 例如去年看《夢劇社》的路由器 術節的時候 他結尾其實也是播放這首歌的 我第一句就是 是不是港海就只有梅然芳去說呢 那 我已經第一句台詞 誰知道結尾真的播放一首原曲出來 我有一些驚訝 就是 對我來說 用舞蹈來表達的話 其實 那個想像力應該是相對 可以再多一點 但是 如果就是停留在一個這樣的意象裡面 究竟 他們對海的想像其實在哪裡呢 其實對我來說 我看到中間二高 為什麼這麼清楚 因為二高牌的舞 我看到一兩次 他用的顏色 都是這幾個顏色的 就是他簽名色的 那個螢光的幾個顏色 然後每一隻都是這樣 那 就是會看到那個 可能是軟漾可以補充 就是他講廣東話 國語 客家話 就是這些語言的那種對照 或者是 其實跟一個 我覺得他對海洋有多少少的想像上表達出來的 就是那種人的文化或者語言的那個海洋的飄移的流動性 我覺得他是想觸碰超越海這個實體的形象 而帶出一些文化的思考 當然你看過舞蹈的表演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動作 就是那個舞蹈的動作 會跟這一堆的語言有一個關係 還有當我聽完這些錄音之後 是不是我還需要看一隻舞呢 就是這樣 就是會不停地辯證這些問題 那 所以整隻舞的 可以給你提供多些思考的似乎是這個部分 嗯嗯 軟漾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剛才阿鍾說那個語言那個 情況在這個作品裏面 對你來說有什麼看法 我的感受就是 我的感受就是 他只是把這個區別 用不同的語言去呈現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去立刻在整個演出裡面去明白它的動機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這個部分不太成功的一個原因 就是你舞蹈演出首先你是通過動作去讓人理解 然後你再通過一些其他道具讓人理解 然後你加上了語言 那就是希望通過語言的差別去體現 但是我覺得在我的成長經驗裡面 就是你用詞的差別就會體現 就是你用詞的差別就會體現 比如說你有沒有家人在香港 或者是說你是不是一個比較純正的廣東人 就是這比如說巧克力 豬古力小孩子 然後他會有一些這種很日常的用語 就是你會覺得巴士公交車低市出租車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其中有一個舞者是湖南的好像 所以他的普通話特別標準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應該算是一個優勢 但是他在演的過程中 他演的我會覺得是說有一些誇張的表演成分在 而不是就是我的注意力又會從舞蹈放到了他在講什麼上面去 然後這個過程他好像就有一些 我不知道他是想要舞什麼 同時他的衣服顏色也是很很繽紛的 所以我要同時去思考幾個方面 衣服啊燈光啊 然後他燈光也是因為側面燈光的話 我要擔心會不會被閃到 然後他們講話 然後音樂 音樂那個中間他又選擇了一些disco 然後就是我就想要是說 那我現在在這個時代是說豬古力 就是我們會常說豬古力的21世紀 還是會說豬古力的80年代 就是他沒有從這個語言中體現出一個過去現在的差別 然後也沒有讓人感覺到是說他之間有連結 可能就是一個一個一個對比放出來 就跟練習冊上面的那種詞一樣 但是這個東西他不是很顯著 嗯 嗯 你姐你姐 因為我都覺得剛才說那個音樂的中間那一段 突然很強勁的摺拍 令我有一點點找不到那個位置的 我看到寶儀點頭 因為下一個我也會問你 那個音樂的摺拍 究竟是對你來說有什麼想像呢 還有呢 的確剛才遠央提到那個服裝 又是令我非常之不太了解的 因為基本上 剛才為什麼說那個連繫那個交接 因為服裝都幾不同 無論是風格上 顏色上 還有那個物料上 那其實這樣怎麼樣去令到他們 產生這個有機的一個連繫呢 我是都花了些時間都未必找到的 所以寶儀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剛才說的這個音樂節奏的第二段的部分 給你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也覺得那個音樂節奏是很奇怪的 或者是理解不到的 因為它譬如最後面那一部分 它有時候很平靜的 突然之間就很大聲 那些戲曲音樂就嚇了一嚇 那我們看錄像其實都看到觀眾向後縮的 就是我想看現場應該很震撼 就是第一個感覺就是 然後其次一件事就是 其實第二部分 就是二個部分都真的很豐富 就是好像遠洋所說 就是又有語言的部分 跟著又有那些聲音的部分 其實我也認同語言的部分 都令我想起它之前那個作品 就是《恭喜發財》也是 玩一些語言上面的東西 但是再看回就是它有一個解釋 就是說其實它是想展現自己的漂泊 因為譬如你在香港 你就是講朱古力這樣 我們習慣了 但是你可能去到內地 你就會講朱古力 所以其實就是展現出一種空間的轉變 雖然我們在同一條河裡 但是可能地理位置的不同 有文化上面的不同 就是會感覺到其實三個作品 某程度上有一個共通的連結 就是想講流動性 那其實第二部分 簡直是描述出來 就是讀字出來給你聽 我們在講流動性 就是第一部分就是 就是你看到那些布在動 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流動性 然後到後面就是可能是地域的那個流動性 又或者是其實第二部分還有兩個地方 我覺得有些 那些不太知道怎麼連結 就是他們會叫武者的名字 還有他們應該是他的別名 那就是前面就是叫完那些 就是不同的名稱 就好像朱古力 巧克力 之後就變成他們的名字 那些部分 其實那部分我也覺得有點連結不了 我不知道大家都有這種感覺 這個連結 Carol 因為你有看現場 剛才寶兒有說到音樂的部分 可能有些地方是會令到觀眾 突然之間 嚇一嚇 不知道你看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感覺 或者你坐的位置 是否稍微可以在音樂上 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聽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還好 雖然我都坐得很近那個Panel 我坐得高一點 可能都還好 但我會覺得他那個音樂主要是在於 他好像很配合那個舞蹈 就是背後本身就已經是 怎麼說 一個個部分平貼在一起 那那個音樂他本身的序事也沒有很連貫 他音樂做什麼我就給他一些什麼音樂 或者就是因為有一段的 或者是戲曲的音樂書 於是他就有些神打的動作 之類的 就是好像很互相配合這件事 所以音樂聽起來的聚成都會有一些碎片化的感覺 我會覺得 嗯嗯嗯嗯 那現在剛剛大家說到這個配合 或者可能我們剛剛一直都說到很多 怎樣可以一個作品 即使他用一個身體的語言 其實他應該可以提供到多些的想像給觀眾 那麼我們以下可以說一下這個 或者有機會提供到多些想像給觀眾的九星 因為這個都真的 我就 我就因為給那個九星的這個名字 就帶給我有很多想像的 但是呢 真實的演出 就可能是有些不同的 那阿忠因為你有看過 兩次的不同的版本 那可不可以說一些背景 關於這個《九星》 是一個怎樣的作品來的呢 那也都在這次重演 其實又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不同呢 比如可能在選角上面 或者是一些演員的配搭上面 嗯 《九星》其實是小盛實演劇團的作品 我第一次看是去年的 那去年之後他有深圳演出 那這次藝術節就在演 其實算是第三次 那對我來說 《九星》這個 他說 就是來自粵語的《九星》 那其實 我看第二次的時候 很快我就 忘記了他這個第一層的意義 那因為他 他很快就已經轉了去 其實他說 他把這個《九星》 讀了這個音出來 變成一寸字 譬如我這個長刊就說 我介紹的 誓死 詩詩詩 詩詩詩 詩詩詩詩詩ffer 塞食 鼎它 方法 這樣 那就也有一些 這個作品是演出場地的巴黎人劇院 其實是澳門的一個大型娛樂場裡面的劇院 比較少澳門的劇團進去演出的 他之前是澳門文化中心的小劇院做的 我看了兩個版本來說 我自己看的巴黎人劇院 這次的版本相對覺得 他做這件事的整體性是純熟了 演員也比較流暢的 還有可能我自己也挺欣賞那個執行編舞 金曉霖本身他的演出的 即是舞蹈的根底 或者他帶領這班人去做一些集體的舞蹈動作的時候 相對我覺得是比上一個版本其實提升了很多 已經在演出的水平上面 那其實基本上 兩次的結構和內容是沒有什麼大改變的 真正的改變是 有兩個演員 三個演員的改變 就是舞者 金曉霖是新加入的 另外有兩個演員就是平時都會拍一些YouTube頻道的 澳門算是有知名度的男女演員 Andy和麗珍叫馬斯林 兩個比較有知名度的演員去做 你看到其實整個包裝都是很美男子美女的組合 你看到的照片全部都是這樣的 都看到一定的觀眾取向 是 遠央我又問一下你 就是你剛才對於阿忠 譬如說過九星那件事 在這個入場之前 你有沒有什麼期望呢 或者其實剛才說到的場地 都相當大 可能對你來說 這個是不是都 有沒有在場地上面 你其實覺得團的一個 有什麼意見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坐的位置 也是在Cara旁邊 會更面對現場樂隊 所以我覺得 其實觀看的時候 我會被現場樂隊的燈光影響到 因為它旁邊有一個架子 然後這邊又是AR 所以視線是很難集中的 但是它那個場很大 然後再加上旁邊是有字幕的 我覺得有字幕這個其實會 緩解一些看戲的壓力 因為你看不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字幕 然後我覺得這個大的場的話 它會有一種 在內地看戲的感覺 因為內地做戲一般都是做這種大的場 可能一下子就是 一下子就是五、六百人的 但是我在澳門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大 所以它好像還放大之後 我會覺得就是說 有一點比較有格局 可能它的格局沒有完全打開 但是它先是營造出來這個氛圍 就是你可以先在我們上面 找到你想要的元素 然後你再去看戲的時候再去解釋 然後我覺得 就是太大了之後的話 我看不清楚演員的臉 這個對於以前的觀看體驗來說 我會覺得有些衝擊 因為我要看清楚演員的臉 然後以及他們動作 我才能確認說這個表演是怎麼樣 但是現在看不到 我只能通過台詞以及舞蹈 就是Alex編的那一段 然後去猜一猜想一想 他們會演成什麼樣 我覺得整體來說的話 它會是一個新奇的體驗 但是你沒有辦法完全做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嗯 嗯 理解 因為我們看錄像的時候 其實都 視線都是比較 就是有一些鏡頭的角度 是會比較近的 那我們其實都 似乎難一點去看到那個空間的感覺 那寶儀你看這個九星的時候 除了看空間之外 我知道你也有留意到 舞台上的一些裝置 因為都是跟九星 都是被九星這件事有所連繫的 但又發現好像中間找不到太多的線索 是不是 在這個追尋九星上面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過程 是的 那我就不是懷著 俊男美女這個想像去看這個演出的 我就是懷著 真是對九星這件事的好奇去看的 然後呢 舞台呢 其實有個裝置 就是一個圓圈 它會升降的 那因為九星其實都會升降的 即是它會由最高慢慢到最低 然後又上回去 那起初我就想 其實這個圈 是不是代表九星的升降呢 這樣 是不是有這樣的連繫呢 那其實呢 那它還有Live Music的 那它的長項的簡介就是以聲構景 那我就更加覺得 這個聲音一定跟這個圈是有些關係的 那然後呢 那其中有一幕裡面 它真的有些關係的 那但是去到第四幕的時候 那個圈真的降到最低 那也都是那個聲調就是陽平 它是降到最低 那然後呢 那那個女演員呢 就捐過了那個圈這樣 這樣進入了另外一個密室的空間這樣 那那時候就發現 那可能它真的有些位置是有連結的 它真的跟九星有關的 那但是呢 又細心觀察它的音樂 因為其實我們看片 就不會被現場樂隊的燈光打擾得太多 因為那些鏡頭都聽得很好 那樣 那但是呢 其實聽到一些音樂 就會在想 它是否在配合九星的聲調呢 就是譬如平星的聲調是拉長的 那我就會預測 會不會這段的音樂 可能普遍都拉長 加上它又有用二壺這樣 那就想 應該會是走這個方向 但是我發現 好像不是啊 那樣 那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抱著追尋九星 這個想法去看的話呢 你可能 就未必能夠 找到那個連結 那樣在裡面 我們呢 都是被九星 所謂吸引 因為其實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那Carol 你看的時候 有沒有被這個九星 所帶領到你進入這個想像呢 還是一開始你已經知道 其實它不是很關 這個事 只是一個 再 就是 那些發揮 是的 因為你有看過現場 那剛才阮央也有說到現場 在這個大的空間的時候 有某些設計 可能是有 一些不同的發揮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 一些觀歧的經驗 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知道它應該跟廣東華的 那個九星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 這方面的期待在裡面 但我也有想過 因為 據我所知 我聽到那時候 九星 它就有九個篇章 或者九個片段 所以我想 畢竟是聲音 你會不會說一些現代人 現在的一些心聲 還是什麼 那 我在戲劇那條故事線 我會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你除了說到一些 舊同學聚會 或者現代人都市壓力 你又不是說得很深 只是很短的一段段 然後你就過了 那你怎麼抽一個大片出來 或者有一些更深入的討論 那我就看不到 那這個是我會覺得有點失望的 就是你再 是聲音 就是你不是那個音調 你怎麼去一些現代人的心聲 我會覺得很深入的 我不是很感受到 另外 我其實很欣賞那個AR 和那些舞蹈動作 我覺得整場表演裡面 是一個救了場 總之是一些視覺元素 可以吸引到我的元素 但是因為我坐過的位置 剛才院長也有提到 就是會看著樂隊 就會很被他失望 而且因為整個燈光 還要遷就樂隊 變成畫面 就有點花 我會覺得 是 但是因為AR 和舞蹈的能量 我都覺得很不提 因為我覺得 在這麼多元素裡面 都會有些東西提 是 剛才Carol提到的 作品裡面 都其實有一些故事 在裡面 但是 其實都有些角色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部分的發揮 都是比較單薄的 我不知道 遠央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去 或者這件事 會不會影響到你 或者你都會想 在裡面看到一些內容 透過他去呈現到 剛才Carol說的裡面 起碼可能是一些心聲 或者一些人的狀態 你有沒有這些 這樣的地方 劇本的部分 有沒有給你看到 這方面的探索呢 因為他大概在場刊中的宣傳 就是講說都市人 就是講一個現代的 青年人之間的一個情感 或者是說他們探索內心 我覺得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 他是達成了這個目標 因為他裡面有一些很specific的情節 比如說遇上老同學 然後我們一起念舊 然後發現過往不 今天不如以前 然後還有比如說 有一個厭世症的角色 就是他在人前一套 人後一套 然後又最後楊冰出來 那個是說做演員 然後才那就是 是不是真的演的是我自己 然後就是他其實有想要是說 探索一些更深的意識 但是我覺得他既然做成一個這麼大的演出 他為了讓觀眾更好入口 他沒有做得非常深 就不太會是說某一個議題 我去講到很入口 他就每一個議題都提了 然後讓觀眾比如說在講到 和老同學的感情故事啊什麼 某一個瞬間會有共鳴 會覺得是說啊我也是這樣想的 可能我覺得導演的目標 也就是讓大家感覺到 哦原來感情擺到舞台上面之後 會是這個效果 嗯 然後他其實也完成了 但是如果是說再深一點的話 因為就是剛才我講了 九聲 我完全沒有注意到那個上上下下 對 不是 因為我們看六象啊可能 對 他每個節奏之間的關聯是不強的 他每一個字他就強調實色 那麼實和色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 他其實可能你可以看得出是一個群像 但因為群像的話 你活在這一個城市裡 但有強調說比如說在澳門 這樣一個地方 怎麼怎麼樣 我覺得會有一些強加關聯 就是你不需要強調澳門人是這樣 香港人也是這樣 廣州人也是這樣 嗯 但是他可能還是想要強調出我們自己 出本地戲劇 我們要強調我們在澳門的生活是怎樣 那麼就是他表現出來這樣 嗯 了解了解 那阿鍾啊 因為剛才你有提到 那個作品其實都已經演了三次 而且有一些時候 就是有一次在內地去演出 你覺得在 譬如剛才我們說到劇本 某一些人的角色裡面 一些情感的狀態 或者劇本想帶出的某一些 跟觀眾的互動呢 在這方面你覺得其實 有沒有因為在不同的地方去演出 或者可能有一些 就是想呼應當地的觀眾的某一些 需要或者他們的一些期望呢 就是看起來其實他不像一個澳門的作品 也都我看的時候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應該這樣說 就是其實都看到譚志全這幾年的創作 其實他有想 他有一個意識似乎是想做一些 跟澳門一般我們做的戲的格局不同的作品 就是所以他在其實 他在澳門發表的創作不多的 就是可能兩年才有一個作品 三年寫一個作品 但是他有時候的作品 會在加拿大 或者在上海、深圳 那其實那些舞台 就是澳門其實 就是最大的舞台 都是比較少用的賭場裡面的 但是我們一般劇團做的作品 都是文化中心相對小小 我們很容易會看到演員的面紅 看到一些 就是其實在大陸來講 我們那些全部都是叫小劇場 但是他似乎他希望建構的那個格局 是真的一個 在可能內地或者外國一些劇院裡面 比較大的舞台的格局 那這次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雖然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 我自己其實有一些 都有一些自己覺得都欣賞的部分 就是他一直裡面想突破一些格局 或者突破一些創作模式的一些嘗試 就是譬如《九星》其實我會 當我看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去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的劇情 本身的文本相對來說 真的比較薄弱一些的 就是裡面所說的東西 是不會讓你想太多的 就是基本上 就是每一段戲開始了 沒有多久你大概了解 但是他真的想呈現的某個情緒 或者呈現某個關係 已經基本上定了 沒有太多反來覆去的東西 反而會看導演怎麼建構一個 在文本以外 繼續建構一個沒有道的文本 或者是一個導演的長年調度 他想做些什麼呢 那其實會看到他 幾刻意去嘗試一個 不同的執導的方法 就是通常我們會拿著一個劇本 然後排戲 演員去演繹那個劇本 但是相對來說 演員很少演繹過劇本的 除了一兩段那些對手戲 尤其是床上戲那段 會有畫劇性質的東西之外 其實其他大部分都不是 那麼畫劇的演繹方式來的 反過來就是 想傾向一點點舞蹈 編舞的方式去排一個畫劇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在澳門比較少有的 當然其實2015年澳門藝術節 都做過李斯特帕林列寧廣場劇院的信任 其實有類似這樣的編排的當飾 當然就牽涉到 演員的那種肢體能力 和文本裡面要辯證的東西 當然譬如信任這個戲 要辯證的深度會多很多 或者是他牽涉的議題比較強烈一些 那麼這一個就相對是一些可能年輕人會喜歡的 就是年輕人之間的愛情故事 這樣去發展這個文本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比較 在美學上面的實現 比較多東西看過他文本的內容的作品 是 因為在如果說這個演繹方面 我也想問問Carol 其實這次有些地方我覺得 就是剛才阿鍾說的那個 因為我們看錄像 都很親密去看到一些演員的演繹 我自己都在追求那個 究竟他是嘗試用一個新的 一個劇場的形式 還是在所謂的形體上去表達呢 兩樣東西之間那個與會的轉換 或者選擇呢 我是覺得有點模糊和曖昧的 那我不知道你在演員的演繹上面 有沒有一些看法呢 我覺得他嘗試用舞蹈去 控托一些的 怎麼說 情緒氣氛那些 但無論他畫劇那個部分 就太實了 即是很難去拆開 讓他鬆一點 讓他整個有一個 再鬆一點去舞蹈那邊 或者有多一些想像 或者意象 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我挺驚訝的 我沒有想過澳門演員 可以跳到這個程度 是啊 因為你很少看到澳門演員 去跳舞 我應該是 這次是第一次看到 有一班演員 要做這麼多的舞蹈的時候 我有點驚訝 原來大家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當然我相信 因為金曉良本身是一個 就是在跳舞或者跳舞方面 他比較有多一點的經驗 加上他自己可以跳 可以帶起了一種能量 我有點覺得會是這樣 嗯 那寶儀呢 你在看陸像的時候 有沒有對於演員身體的演繹 或者那種與惠 給你有什麼想像呢 嗯 但是我覺得其實那兩種與惠 就是 就是 演戲的部分真的很實 那 而他本身又很想做出一種 虛和實之間那種 那種糾纏 對比 那樣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 以一目了然 或者是視覺上面 很能夠直接 認識到那個意思 來講 這件事是都幾 幾突出 或者都某個程度上幾成功的 如果 你作為一個很 對劇場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你只是 真的想看一個很貼近自己生活的故事 其實 這件事 譬如舞蹈你就會感覺到 它是情感方面多一些的 或者是他那種幻想 他內心的恐懼 那個面貌多一些的 那演戲就是一個 真的很落地 很生活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 這件事就是 比較直接 就是我不知道澳門演員 原來平時 就是那個跳舞的部分是這樣的 那時候我覺得 都幾 幾有趣的 知道了之後 是啊 因為我想 可能 因為始終我們 不是經常在那邊看 演出 或者都需要澳門的藝皮人 去給我們一個脈絡 最後我想問一下 遠央的 因為我知道你可能 對於這個作品的 某些燈光的設計 或者安排 你都幾欣賞 燈光的運用 因為這次其實 都難的 因為我們看錄像 的確在整個氛圍構成 是有一些 未必看得很準成的 可不可以最後跟我們 分享一下這個作品的 某些燈光的安排 或者是設計 你覺得有些什麼 令到你有不同的感覺呢? 雖然我坐的那個位置 不是很能完全看清楚 那個AR的舞台 但是它一邊是樹的那個 掉下來的架子 然後還有一邊是那個AR的舞台 它們裡面還有一個像月亮 就是像月亮一樣 會盪來盪去的那個 就是那個我覺得是說 它會有一個節奏感在 然後但是燈光也有一個問題是 它有一個好的 是它這個場很大 可能這個燈光設計 它之前做的作品不會是這麼隆重 有這麼大型的 所以就是我看到它在這樣大的場 也可以發揮得很好的時候 我覺得還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是 但是這個場大了之後 它裡面想 我覺得是導演想要的要素會很多 比如說你要有一個體現 聲調的東西 你要體現 比如說對人物關係 有床有沙發 然後後面有AR的那個板 然後又有樂隊 就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不是完全出在於燈光設計 而是它舞台上面的要素 或者是說這個場很大 就是可以給你這樣子用 然後所以看的時候會覺得有一些 有些時候會覺得說我要去盯哪一邊會比較好 但是整體看下來的話我覺得 因為它還是長很大 所以看下來燈光的那個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走出去之後 我還能夠記得的那個畫面 就是燈光給我留下來的印象 嗯 好啊 我們這次呢 就是這個交流關於 《舞蹈海》和《九星》 其實都說到有很多跟聲音的元素有關的討論 也有說到表演的一些身體 就是我們第三集的《今年澳門藝術誌》的討論交流 我們都是那一句啦 雖然看不到現場 但我們這個交流 都是在一個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裡 我們盡量可以令到澳門和香港兩邊的交流可以延續 今天很多謝阮央 Carol 和阿忠 還有寶怡 來和我們分享這兩個作品 我們還有一集的《魏平人的交流》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聊天啦 拜拜 ёл到對話 再勉強